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定要领会得到画头的意识 就是意识的根本 无始无明 我们都是叫它是生死的根本 我们的晓得 不能到那个地方的 只有意识可以得到那个地方 挖头就是回到根本 回到无分别 一年还没起 因为有一年起就是无明的念头 都是说离开所 那个能会自动消失 离开所都是结束分别 因为我们想什么 做什么 都是有分别 都有所 有能的 在我们的修行上 如果我们在修在间界的法门 都是有能所 所念 能念 所观 能观 所以参发头不是念 都不是观 参发头就是回到 所以说解释 有种种方式 名词 名词来分别 来分析 但是修行 实行的 只有唯一 就是意识 只有根本 但我们不会互灰 以为是根本 就是什么 那我们说看花头 看花头不是观的意思 不是用那个眼睛来看 是用心来看 花头就没有耍看了 不是用那个耍来看 那个遗体 就是走的意思 花头 疑问 就是一个拐张 我们一直走 如果我们走的话 就一直看 那个走路了 那是怎么样可以走得到 那我们很正常 很正常 分别 很正常 有那个所住 所得 从那个所住 所求所得 在那个执着心 离开执着心 在无名 或无名 那我们的功夫 主是有说 提问 耍餐 花头 耍 但是会 得到那个本餐 如果走对的 可以 走到那个本餐 花头 如果走错路的话 花多 永远 紧紧 拥抱 那个所 为什么 我们还在 紧紧 拥抱 那个所 永远不会得到 本餐 本餐 就是什么 什么呢?就是根本浇浊的根本,生死的根本,无名的根本,或者说历史的根本,名词是有很多种种。 那怎么样走得对参禅的宗旨呢? 佛陀都有说,在能言经,缘痛品,反文字心,因为听,有所听,能听,因为有所听, 所以有那个耳来听,听什么呢?听动,听静,听人家闻人,都有能说,能听说,生出来分别,就是意念无名,就是烦恼,痛苦,很念头,听什么,或者不听到什么, 因为听或者不听得到,都是相对的,都是通过的。 所以说,佛陀的方法就是离开所听,离开所听了,东经都没有分别,好像社空没有分别,就是波罗的音。 那听,那听都是一样,那听都是一样,没有白或者黑的笑,说文,说听就是反文,如果见就是说反见,觉就是反觉,这就是反罪,就是反所有的所。 就回到自己的自信,回到自信,不是回到不知道无小的,就都回到自信,不知道都回到自信,它就不是变成什么,或者花什么什么,它只是离开而已, 只有疫情可以帮到自信,只有疫情可以帮助我们实行。 佛陀的方法,就是直接的反文,离开的方法。 从众生,从众生变成佛,从众生变成佛,从密,结束那个密,就是太过,离开能所,相对完全破,无明我直,就是佛陀的意识。 在文字中的教会,就是在文字,今天,主识上就是,都用所有的方言,来 主识上就是,都用所有的方言,来 我们就立出来两种,好像,提问花头起一请,就是参长了,就是一直参长了。 那现在我们不可以提花头,就是一直提,提问花头起一请,就是一种而已。 直接看那个花头 提问花头 最后得到成熟 都是看花头 不是说我可以看得到 不用提 那有分析 就是有恶了 我们会误会追求文字语言上 说我不要看了 不需要看了 或者我只要提 不用看等等 一切都是错误 比方说纵观论 龙树 好像说木头跟火 就是所烧跟能烧 立出来让我们记住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分别木头跟火 有分别 所以有二 就是有能爽 好像有温跟坑 就是有两种 就是有能爽 那没有木头 如果只有火没有木头 就不能烧得到什么 提问花头 有很多人就是遇到错误 我们的上知识为了讲识而说 一起提问一起看花头 没有 没有就是哪个要前哪个要后 没有分出来 就是不二的 我们执着就是错误 我们自己教出来 如果少掉一切现象 就是回到自己的真实功夫 真实的功夫只是提问花头起一切 因为我们的执着 一直障碍 拉我们去 影响我们的功夫 不得到免疫连续 所以要参学 只有参学会帮助我们 解决那个障碍 静静善知识同参方 靠佛徒祖师的教会 那佛陆说 波仁无二 但是我们一直 堵在那个二里面 佛教我们四居 离四居 但是我们一直 被堵在四居 要理解上去 但是我们只有 理解 两句而已 就是执着了 那我们 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让我们藏着 要跟着真宗的宗旨 不要浪费时间 那现在是问话时间 谁有疑问 都可以提出来 南无法师 释迦摩尼佛 现在是有一位 先生有疑问 刚才师父开始这一点 开始那个功夫 在参长的宗旨 主事 上次师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看话头 照顾话头 不是看那个疑问 所以我们提问话头 的时候 在那个我们想知道 但是不能知道 不晓得不晓得的 其实那个不晓得 就是没有地方 因为没有地方 所以看都看不到 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那就是疑情 那这一点已经是看话头 有疑情或者没有疑情 都不要留意 只是看那个不知道 的地方 就是看话头 这一点我就这样想 是我的想法 是对不对 语言是方便 就正确 好像我们上次是 的教会 只照顾那个 黑窝 就是语言表现出来 全部都是方便 就像了 好像现在我们要表达 一个人 好像表达我们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就是有长的头发 有那个白的皮肤 比方这样说 但是其实怎样讲 其他人都不能晓得 你的我的父母亲是谁的 要直接看到我自己的母亲 才认知这是我的母亲 所以说在世界上还是这样 就是解释 就是一个方便 让我们继续走 不要住在所求 住在那个 这道 那个方便 就是想要我们继续走 所以佛陀讲 四十九年讲法 说法 如果可以容易讲得到的话 那不用长的时间来讲 四十九年 然后最后就说 四十九年没有讲一句 说完了就说 四句 离四句 说完了离四句 不得 都不想得 然后就说 那个金刚经的三句 然后还叫出来 大成 聊以经 也是用所有的间接 放边 帮助主生 一直往前走 我们现在如果有那个生死境前 大强的话 我们会把那个参学修行放在地里 和 EE tal 洗落 我们会把那些 这种作与 有缺 如果能官方 我们这么想法 就会被 这种事 我们会把那些 不曾有 毫 Надо 也不是 我们就离开那个执着无名 那现在我们要长养那个应愿 对于征法的时候就是要香花头 要破我主 就是直接说那个 都是说生死心切的意思 如果有生死心切强的话 我们会直接得到成就 那我们现在好像有很重的病 好像世界上有那个爱症 是最恐怖的一种病 对于我们世界上反书然扑人 就是爱症是最恐怖的一种病 但是我想我们刚刚刚出现 我们知道这些病 因为我们 suspiciousdade 我们知道这些意味 就是那些危险就する 对于很多消化的人 对于学佛教的人要有智慧 要解脱一切无名之佗 然后我们用那个解脱 帮助所有众生得到解脱 那说那个圣死性切 可以帮助我们修行 在那个修行上 说那个公布 说那个实行 说那个终点 最重要的那个终点 说参花头看花头 教顾花头都是只有一个意思 或者说直接法 直接 阻止人心坚信成佛 就是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 就是有适合 好像主日的时代就是用手段来帮助强者开悟 那现在我们的时代 就是说参花头 说要是对于学佛 所以说我们常觉一定有圣死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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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常觉有圣死心切 就是说 移情还没起 正常把移情 所以常觉有圣死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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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發開的第一場發生 像是 shuttle師教學 一向同同學說的也對教掌 以教授標學vs 但是所有的資源招�� 分 christ announes 可以 yön結結結結結結結した Tempel的資源當中 advanced練習的 vais圖 分 escol car Kirk就聽起來 有兩個數字 有一個數字 那比方说 在学校 老师 认真 给那个功课 或是每一个学生 他有自己 的想法的程度 来做那个功课 所以有区别 那事件上还是这样 来说我们 这个真法 修行就是无相法 比较有区别 所以说我们要记得 回到 佛法根本 校舍就是 要参学 要保持功夫 要记得佛法 佛教的笨本 来保持我们的地区 我们的性 现在法灵式 过有 一个疑问 就是 请师父 开始 不 不 不 觉 念 不觉 念的意思 不 不觉 就是 不自放 这一点都是解释 那个意识 在我们的共复上 要保持共复保持力气 说念不觉念 说跟那个无念有区别 说不觉念 直接说出来 就是不晓的 不智道的 就是说 密的意识 还有疑惊 那就不是 已经对不觉念很大的区别 密就是不觉 所以说这个不觉念的意识很大很宽 有时我们执着 就是 都是不觉的 但是以为自己 是清楚 是觉 其实这个名词没有 跟我们的仪情 跟我们的共复没有关 所以说我们要有共复 才可以发展自己 不觉在 事件上 都可以说 无心 说无心 不是说 修行的无心 无心 不是说 无心得到了 了心的意识 无心 就是 就是 太 就是密的意识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 问什么 收什么 要有头 有尾 如果 如果只是问 那个不觉念 是什么意思 那只是一个名词 没有头 没有尾 我们要 记得 保持自己的功夫 说 我们的无心 我们怎样 可以把无心 破 我们要清楚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要清楚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就是我趕你 Chrys , 1988 就是你脱脱的武器 就是你脱脱的武器 不是你脱脱的烘方 就是你脱脱的东西 我你脱脱脱的广东 就是你脱脱脱的строй 但是你脱脱脱的药 有这样子是脱脱的 前掩的流敗 可是你脱脱脱的脱脱脱 脱脱脱脱脱的方式 而你脱脱脱脱的地方 就在走脱脱的地方 我们看书,我们听,开始,要想到怎样听,怎样看书,不是就是去发展那个字经, 我们下功夫,要跟着上学书来的教会,好像以前的学佛教的人,他很想得到那个开悟觉悟的法。 他看很多书,他看,在49年他看很多书,但是都不晓得, 不晓得怎么选去拿本书来跟着,学那个法门,那就有意味上就是来跟他说, 你就直接拿出来一本,然后就直接紧紧, 收那个,那本书,那个法门来学,来修这个法院, 意思是说,一门胜入,我们也是, 对他讲解证法人。 在你可能會不必是何一事的事是更多的。 可能是你不必中解決的問題。 我也是不必添一事。 但是,我會的例子都會有這樣的題目。 你不可以看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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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说那个三佛书叫他 一居定 匠三 就是直接拿出来一本书来一门胜利 来研究来学来设 那位就 觉得这书 他的好缘 好缘缘 如果有真实的 唱学 真实的修行性 我们会直接得到成就 时间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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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